小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欢乐秀 我是月姐姐 那么今天呢 月姐姐要带小朋友们一起来 开发我们的小脑袋啦 那是做什么样的游戏呢 当当 是我们的磁帖书 还记得我们之前 一起用零件来贴过什么吗 是不是贴过这个海盗呢 那今天我们又会用我们的磁帖书 来贴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磁帖书上呢 有很多这样的人物 那今天月姐姐呢 要来拼我们的这个英国绅士 戴的有小帽子 小胡子还有一个小围巾 咚咚 那我们的这款版本上 这个看起来像是 英国绅士的围巾呢 好我们先给它放到这里吧 来找一找其他的 月姐姐一眼就看到了 这个是绅士的大帽子嘛 我们先给它取下来放着 那还有绅士 哇这一看就不是绅士的眼睛 我们绅士的眼睛炯炯有神 哎是不是这里呢 可是怎么只有一只眼睛呢 那只去哪里了 啊有它的小胡子 月姐姐先把我们的小零件找出来 然后待会呢我们一起豁虫 哎这里面的眉毛像是 哦那现在呢我们看周围呢 散落了很多这样的小零件 月姐姐已经把所有的都找到了 那首先呢我要先把它的帽子戴上 哎那帽子的下面呢 我就可以来给它贴上 眉毛眼睛啦 然后呢 来把它的眼睛贴上 然后 咚咚 小鼻子 哈 下面呢就是 呃小胡子 最后再把它的围巾给戴上 是不是就是一个英国绅士的样子呢 但好像月姐姐贴的这个眉毛眼睛啊 有点近了 看起来很严肃哎 那我们再调整一下看看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 嗯 往两边来一点 好像调整了之后好像和矮多了呢 那现在呢月姐姐要给我们的英国绅士 再加上其他的东西了 那我们给它换一个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给它换上海盗的帽子 哦这个帽子呢看起来有一点滑稽 嗯 那月姐姐其实在刚才呢看到了一个 哈哈哈哈大笑的嘴巴 我们把这个小胡子给它换下来 看看如果它要是有一个 哈哈大笑的大嘴巴会是什么样的呢 感觉我们的这个人好开心哦 哎我还是更喜欢刚才的那点帽子 所以呢我们还是给它换过来吧 现在呢感觉我们的这个英国绅士 特别的开心呢 嗯 那我们看看啊 还有什么可以给它来换一下的呢 哎 我们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的围巾换掉呢 这个是它的衣服 哇 跟它帽子上的黄色还是有一点像的 哎 哎这个呢也是非常绅士的一件衣服呢 有一个蝴蝶结 哇有点像一个牛仔 嘿那接下来呢月月姐姐要来搞一个大的 我找了一个 哇这样的嘴唇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搞笑呢 那我们的眼睛也要换一下 那我们给它换上 已经化了妆的眼睛 咚咚咚 有紫色的眼影 哦那当然这个帽子月月姐姐也要给它换掉 一个长发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英国绅士是不是立马就变成了女孩子的样子了呢 哎那月月姐姐呢又重新给它找了个眉毛 我们现在可以动一下眉毛的位置 看一看有什么变化 哎 哎这样是不是显得很生气呢 哎呀我们换一个 嗯看起来好凶啊 那我们再换一下眉毛变成这样 会是什么样的呢 哎好像好一点了 那我们再来换一个嘴巴吧 我们来看看如果它这个时候在张嘴说话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哎感觉有很多的话在说 好像在吵架一样 啊这个呢一看就是非常生气的在吵架 嗯 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哦 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眼镜 可以给它戴上试一下 我们来给它换一下看看 哎那我现在呢又找到了一个粉色的眼镜 啊有一双笑眉的眼睛 然后呢有一个啊 红唇 然后又给它戴了一个 我觉得应该像是一个男孩子的帽子 男孩子的头发 嗯但是我感觉不太好看 所以我们再给它换一个帽子戴一戴 看是什么样子的呢 噔噔 哇这样子比刚才好看多了嘛 嗯那我们再来给它换一换别的嘴巴 试一试 诗 哎这样看起来非常的阴险 啊哦 这样就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生气了 那看来我们变动一下五官的位置呀 然后变动一下五官的一些上下呀什么的 我们的人物整个变化都是非常大的 那小朋友们呢 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些词贴书上面的小东西 一起来给他们调整一下 看一看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看起来像要咳嗽了一样 那小朋友们一定要和月姐姐一起来玩我们非常有趣的变脸游戏哦 那今天呢 我们一起用词贴书做了一个小小的游戏 就是给我们的小绅士 换了一个脸 那我们呢 给他换了眼睛 嘴巴 还有帽子 啊 那我们也发现呢 通过五官 特别是眉毛和嘴巴的变化呢 这个人的神情 这个人的状态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小朋友们呢 也可以拿起我们这样的 磁贴的小板板 然后用这些零件呢 给他做一个新的人物出来 哎 小朋友们 那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 还有我们的玩具很有趣的话 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的节目点个赞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